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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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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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本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案 第七十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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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委員会 第七十四案 第七十四案 您请愿者 李宗盛 第七十四案 第七十四案 请愿者 李宗盛 第七十四案 针对 交社会福利及衛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第七十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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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愿者 您请愿者 李宗盛 第七十四案 请愿者 李宗盛 特定特定 第十四案 第七十四案 您请愿者 李宗盛 本案 第十四案 第七十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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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 第十四案 第七十四案 第七十四案 本案 第七十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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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 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照修正通過 下案 第130版案 行政院農業委會海維修正 辦理專策性農業專業案 貸款頒法第14條條文及相關部表 成訊委員會意見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照修正通過 下案 第130版案 行政院農業委會海維修正 資料管理法 順細則 成訊委員會意見 請教經濟委員會 本案 國民黨黨團 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委員會有意 違照修正通過 下案 第139案 行政院農業委會海維修正 貸款頒法及主管財團法人104年度第4季 與一個媒體辦理順次選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表 成訊委員會意見 請教經濟委員會 本案 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委員會有意 違照修正通過 下案 第140案 行政院農業委會海維修正104年1月23日 農房自立1041470932號公告 名稱並修正為禁止為減負健康證明書記家庭輸送至屠宰場之防疫措施 成訊委員會意見 請教經濟委員會 本案 國民黨黨團 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委員會有意 違照修正通過 下案 第140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海維修正104年度第4季 不捐助經費明記表 成訊委員會意見 請教經濟委員會 本案 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委員會有意 違照通過 下案 第140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維修正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廠室整治目標 工地會作業轉折第二條條文 成訊委員會意見 請教育消費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請委員會有意 違照通過 下案 第143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維修正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三條 第六款規定制 排泄物質及其管理規定及我國領海範圍內 為禁止傳播壓髒水交換至海洋管制區及其污染管制措施 程訊委員會意見 請教育消費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請委員會有意 違照通過 下案 第144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維修正空氣中惡綠 甲明疾 硫酸移植等 揮發性有機物檢測方法 吸附管採樣 氣象存息質譜以法 法NIEA751.10B 程訊委員會見 請教育消費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請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46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維修正空氣中惡綠 甲明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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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重量測定法NIEA716.10C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消費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47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綜該屬及所屬與財政法人104年第四季廣告執行清新表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消費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本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請委員會有意 違照修正通過 下案 第148案 考試與行為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國防部文職員考試規則 第10條條文 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社會福利及工作人員考試規則 第10條 第11條條文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49案 全區部韓宋 其中一二級機關出入規程鎖定 常設性任務編組之令 主管職務加級至檢討報告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50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韓宋 金融監督管理基金104年度結束12月至 對國內團體捐出海恩公益支出 請刑期報表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財政委員會 本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51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韓總 人身保險印象本會 決定機構申報投資型保險商品所連結之 結構型商品資訊規定 並廢止95年2月23日 金管保護資地095025 20981號令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財政委員會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52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韓文修正 其貨商管理規則第14條 第28條 及第55條 條文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財政委員會 本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請委員會有意 違通修正通過 下案 第153案 財政部含為修正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 部分條文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財政委員會 本案 民進黨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請委員會有意 違通修正通過 下案 第154案 財政部含從104年度 營營利益事業各業所得而繼同業利潤標準 財政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財政委員會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55案 財政部含從中國輸出銀行104年度 第四季 應供中國貨付大陸地區出國預算執行記憶報表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財政委員會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56案 教育部含從該部主管104年度 第四季 補均助經費執行情形表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交財政委員會 本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照修正通過 下案 第157案 教育部含從該部主管105年度 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檢訟各公司立大專校院於運用專業轉利時 是否符合同工同手原則之檢討報告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交財政委員會 本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違照修正通過 下案 第158案 客家委會 韓宗客家委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出規程及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編制表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 司法潛法制內政兩委會 程訊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59案 客家委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出規程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出規程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辦事細則及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編制表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 司法潛法制內政兩委會 程訊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60案 行政委行會修正 社會福利基金 縮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部分條文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回交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訊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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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0案 行政委員考 宗業行為修正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座駕 投資 事業管理 法法 第四條條文 程訊委員會見 您請您交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本案民進黨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請委員會有意 違照修正通過 下案 第163案 科技部行為百零五年度 中央政府總會算決議 有關針對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檢探靜美主軸中心提出專案報告 請安排報告 程序委員會議件 你請願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請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65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 行為百零五年度 中央政府總會算決議 請送該院融入文物歷史與社會脈絡 策展內容專案報告 請安排報告 程序委員會議件 你請願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請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66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 寒送南部院區籌建計畫 執行情形書面報告 程序委員會議件 你請願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請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67案 文化部行為百零五年度 中央政府總會算決議 請送動機文化算式規劃 預算書面報告 程序委員會議件 你請願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請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68案 請求委員農業委員會 還會把零五年度 中央政府總會算決議 請送所屬各改良廠 業務性質及業務流程 減併與人力配置相關檢討報告 請列入議程 程序委員會議件 你請願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請委員會有意 違通過 下案 第169案 請求委員行情本員推舉 組成財政法的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第三屆董事揭曉人選擇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議件 你請願交曉業黨團協商會議處理 請問委員會有意 我已通過 那麼報告委員會 第170案 以下請一併宣讀 宣讀後 除第170案 至第173案 民進黨黨團有意義退回程序委員會 重新提出外 取疑於個案 均準欲 備查 請宣讀 第170案 為本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會 含 為議約會交付處理 財政法然環境資源研究發展 基金會 102年度預算書等案 均以於年度預算執行期間 請提報約會存查 第170案 為本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 含 為約會交付處理財政法然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101年度決算書等案 均以於決算法第28條鎖定審議期限 請提報約會存查 第170案 及173案 為本院財政內政外交及國防 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道司法及法治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包委委 含 有關中華民國 102及101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及查核報告 含 副手單位預算營業及分營部分 應已送達超過一年以上依據算法第28條 一直提報約會 第174案至196案為本院經濟財政交通 教育及文化委會含為約會交付審查相關刑事的命令 以於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61條鎖定的審查 直線請提報約會存查 第197案至199案為本院內政委會報告審查 相關人民團體請願案 經審查結果全部成為一案案 第200案至211案為行水含送本院 林委員俊憲 黃委員韋哲 檢委員東明 吳委員智陽 余委員宛如 江委員啟程 盧委員明財 姚委員文志 柯委員智恩 贊委員明宗 江委員乃欣 時代力量檔團等 所替臨時停案至嚴處行星 質詢事項假行政院答覆部分 行政院寒送本院余委員宛如等 所替質詢之書面答覆共56件 以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本院陳委員選勝等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共26件 宣讀完畢 好 謝謝 現在處理草野黨團協商結論 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草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5年5月6日星期五 上午8時20分 地點議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 1 有關行政院含請推舉 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財團法人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董監事審查委員會議案 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舉9人 國民黨黨團推舉4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 各推舉1人代表組成 名單請於5月12日星期四 中午12時前 宋治醫師處會整 遇時視同放棄 2 有關行政院含請推舉 原住民主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 財團法人原住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 董事監察人審查委員會議案 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舉7人 國民黨黨團推舉4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 各推舉1人代表組成 名單請於5月12日星期四中午12時前 宋治醫師處會整 遇時視同放棄 3 請各黨團於5月24日星期二中午12時前 將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修正提案 送至財政委員會成 如有對案請於5月31日星期二中午12時前 提出必立6月2日星期四起進行協商 協商主持人蘇家犬蔡其昌 協商代表柯建銘 吳秉睿 陳廷飛 李鴻鈞 古拉斯尤達卡 林德福 徐蘇華 徐永明 王玉民 將啟程李燕秀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以上草野黨團協商結論有意 沒有意義我們就通過 105年5月6日草野黨團協商結論 今決定如下 依有關行政院含請推舉社會公正人士 組成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董監事審查委員會議案 依政黨比例 由民進黨黨團推舉9人 國民黨黨團推舉4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舉1人代表組成 名單請以5月12日 星期四 中午12時前 送至議事處會者 遇時視同放棄 2 有關行政院含請推舉原住民族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組成財團法人研究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 監察人審查委員會議案 依政黨比例 由民進黨黨團推舉7人 國民黨黨團推舉4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舉1人代表組成 名單請以5月12日 星期四 中午12時前 送至議事處會者 遇時視同放棄 3 請各黨團以5月24日 星期二 中午12時前 將105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修正提案 送至財政委員會會者 如有對案 請以5月31日 星期二 中午12時前 提出 畢例6月2日 星期四起 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 討論事項 第一案 北院 親民黨黨團 建請決議要求勞動部 應提前以民國107年底 將醫師適用勞動基準法 請公決案 請議事人員 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親民黨黨團 根據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所做的 2012年醫師工作環境溫泉調查 發現全體醫師中普遍有50%以上的工作狀況 違反2011年ACGME規範的公時標準 每週工作時間和連續工作24小時後 最短連續休息時間更有70%以上違反公時標準 這一場連續工作時間在現行的值班制度下 甚至幾乎全部醫師都違反公時標準 因此要根本解決醫師過勞的問題 必須透過勞基法公時規範 去刺激人力補充 帶來工作制度改變 對醫療服務在供給面和需求面進行檢討與改善 而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之前對於醫師納入勞基法之適用 已有共識 目前仍占定2023年才擬將醫師適用勞動基準法 為保障醫師之勞動人權 促進病人安全就醫治權利 原請優惠做成決議 要求勞動部應提前於民國107年提前 將醫師適用勞基法 是否有蕩 請公決案宣讀完畢 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扁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指去 大體討論後 即議決交互審查或經負惡讀或不予審議 現在報告院會提案黨團不說明 那麼我們現在進行大體討論 未有委員登記 所以就不發言 那麼現在有親民黨黨團提議 本案進入二讀 請問院會猶一 非常非常秘密 i 好 那黃安委員 沒有議議 那麼扁案經負二讀 現在有親民黨黨團提議 本案交互黨團協商 並以相關提案並案協商 做以下之決議 本案交互黨團以相關提案並案協商 並由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 共同召集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二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 建請決議要求勞動部將醫師納入勞基法 之適用範圍請公決案 那麼扁案經第一會期第十一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四項第三案 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含部署單位預算及中紀表 營業及灰營業部分 今天審議經濟委員會補送列入審查 總報告的部分 請宣讀財政委員會會整報告 請宣讀 本院財政委員會韓宗經濟委員會105年度 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 請提報用會並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分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討論 財政委員會前報警預會討論之 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分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 未及列入該審查總報告中者 上與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非營業韓信多基金預算部分 將四該部分之審查報告送達財政委員會後 在行匯報運會並案討論 經濟委員會審查結果需交由黨團協商 運會討論時由蘇召集委員正卿出席說明 宣讀完畢 請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 蘇委員正卿 請補充說明 好 沒有說明 那麼扁案經審查會決議 需交由黨團協商 依處理預算案之議事成立 按單位或基金別逐項宣讀後 均暫行保留 事協商後再行處理 營業部分 經濟委員會經濟部主管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留協商 請宣讀 加經濟部主管 以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業務進化部分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轉投資 重大支建設事業及資金用等相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而營業收支部分 以營業總收入改例為 382億9875萬元 而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利益 改例為356億8287萬9千元 3.稅前盡利 改例為26億1587萬1千元 3.生產成本部分 隨同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調整 4.轉投資計畫部分 照列 5.重大支建設事業部分 改例為11億6千260萬6千元 6.資金運用部分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盈虧波補轉投資及重大支建設事業等相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其通過決議48項 宣讀完畢 經濟部主管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留協商 2.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請宣讀 2.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業務計畫部分 1.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轉投資重大支建設事業局 資金運用等相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營業收支部分 1.營業總收入 改列為5823億8845萬9千元 2.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 改列為5763億05萬3千元 3.稅前盡利 改列為60億8840萬6千元 3.生產成本部分 隨同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調整 4.轉投資計畫部分 改列為0元 5.重大支建設事業部分 照列 6.資金運用部分 因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盈虧波波轉投資及 重大支建設事業 等相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其通貨局議34項 宣讀完畢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保留誰商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請宣讀 3.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業務進化部分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轉投資 重大支建設事業 及資金運用等相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營業收支部分 1.營業總收入 改列為5643億2676萬元 2.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 改列為5435億4418萬9千元 3.稅後盡利 改列為207億8257萬1千元 3.生產成本部分 隨同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調整 4.轉投資計畫部分 5.列數 5.重大支建設事業部分 改列為961億9726萬1千元 6.資金運用部分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盈虧波波轉投資資 及重大支建設事業等相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7.提案一案保留總約會處理 8.通過決議64項 宣讀完畢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留協商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請宣讀 4.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1.業務計畫部分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轉投資重大支建設事業 及資金運用等相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營業收支部分 以營業總收入 改列為293億81045萬元 而營業總支出 不含所得稅費用 改列為297億6793萬4千元 3.稅前淨損 改列為3億8748萬4千元 3.生產成本部分 隨同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調整 4.轉投資計畫部分 無列數 5.重大支建設事業部分 改列為176億9609萬6千元 6.資金運用部分 應依據營業收支生產成本 盈虧波波轉投資機 重大支建設事業等相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7.通過決議58上 宣讀完畢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保留協商 報告院會 扁案 經濟委員會審查資格單位 預算及決議等 均暫行保留 做以下決議 並案請蘇院長召集協商 協商後再行處理 現在我們進行討論 4項第4案 水利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於165年4月20日 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經濟委員蘇召集委員正行 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經濟部 鄧部長正中 內政部等相關機關派員 列席說明 並答覆委員質詢 與會委員預議 聽取說明及詢答後 經出席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 全任本案英語支持 經討論後 原決議書正通過 令通過附帶決議一項 全院審查文修 你據審查報告 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本案時 由蘇召集委員正清 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 蘇委員正清補充說明 不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 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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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 逐條討論 水利法 第四十二條 請宣讀 第四十二條 下列迎取地面水或抽集地下水 之用水行為 免為水權登記 以家用及深處飲料 而原住民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利用水資源 三 溫泉水源 家用每戶每日取用水量 在二立方公尺以下 四 用人力受力或其他檢疫方法飲水 前項用水有妨害公共或他人 用水利益之餘者 進主管機關認定後得卓宇限制或 令其辦理水權登記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五月六日修正之條文實行前 在CEL土地內早井集水 其輸水量每分鐘在一百公升以下者 除以第一項規定免為水權登記者外 主管機關應訂地計畫 令其限期辦理水權登記 宣讀完畢 第四十二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四十七條之一 請宣讀 第四十七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防止 某一地區地下水超充 致影響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 海水入侵或地存下限 得劃定地下水管制區 限制或禁止地下水之開發 其管制區劃定程序 早景於水權登記管制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地下水管制區有農業用水之需要 其劃定程序 早景於水權登記管制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中央主管機關因會商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定制 第一項地下水管制區內 以取的支水權 直管機關得以限制變更或廢止 宣讀完畢 第四十七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十四條之三 請宣讀 第五十四條之三 新辦貨變更開發行為 其計畫用水量達一定規模 或增加計畫用水量者 開發單位於新辦貨變更前 影響目的職業主管機關 提出用水計畫或修建用水計畫 並由目的職業主管機關 轉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用水計畫核定後 開發單位因應用水計畫內容辦理 並定期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用水前行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辦理查核 各年期實行用水前行 與用水計畫內容差異 達一定比率或一定規模者 開發單位一提出差異分析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並依審查結果調整用水計畫內容 實際用水前行超過中期計畫用水量者 以第一項程序辦理 用水計畫經核定後 三年內未實施開發行為 開發單位因於藉其二合月前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斬期或撤案 斬期期限最長為三年 並以一次為限 為辦理轉型或撤案 經中央主管機關令期限期改善 藉其未改善或為於斬期期限實施開發行為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定制用水計畫 供水單位於用水計畫或修正用水計畫核定前 不得供水與開發單位 本法中華民國105年5月6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除農業用水外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制開發行為實際用水量 達一定規模 且未提出用水計畫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令開發單位或用水人 限期以第一項規定程序提出用水計畫 前六項是開發行為開發單位 用水人一定規模 一定比率 用水計畫與差異分析報告之內容 提送審查核定 轉期 測案廢止用水情形值申報與查核 及其他因罪性事項 這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宣讀而畢 增訂第五十四條之三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訂第八十四條之一 請宣讀 第八十四條之一 為水資源有效及永續利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向用水超過一定水量 使用水人徵收耗水費 但已落實執行節約用水措施者 等於百分之六十範圍內足以減徵 自來水事業之水價 已進入水源保育 與因應乾和災害準備之成本時 前向耗水費應與減徵或免徵 前二項各標的用水耗水費之計算與徵收方式 徵收對象 找納期限節水措施 減徵範圍與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制 以第一項規定徵收支耗水費 納入中央主管機關水資源作業基金管理運用 專做水資源管理 再生水資源發展及節約用水推動之用 宣讀完畢 增定第84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93條之六請宣讀 第93條之六 主管機關或水利機關 為執行有關水權、河川、排水、海堤、水庫、水利建造物 地下水早景業或用水計畫之管理 任有違反本法禁止婚禁限制規定 或有隱匿用水量逃漏耗水費之餘時 得派員進入事業場所建築物或土地實施檢查 並得令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說明 配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資料 被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有具體事實族任有違反實施檢查之行為 且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時主管機關或水利機關得強制進入 必要時並得商警轄區內警察機關協助之 實施前項檢查時應先通知或公告 但要妨礙檢查目的之餘者不在此線 第一項規定制檢查人員於執行檢查職務時 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證明文件或顯示組織辨別指標誌 並不得妨礙該場所正常業務制進行 第一項規定制檢查機關機人員 對於被檢查者之私人工商秘密應於保密 無正當理由迴避妨礙或拒絕第一項制檢查 或提出說明配合措施或相關資料者 處心臺比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歡 並得暗次處罰及強制檢查 宣讀完畢 第93條之六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訂第93條之七 請宣讀 第93條之七 有下令期刑職一者處心臺比30萬元上150萬元下罰歡 並得暗次處罰 以開發單位於中央主管機關一第54條之三 第一項第三項規定 核定用水計畫或修正用水計畫前進行用水 二 開發單位違反第54條之三第二項規定 為依核定之用水計畫內容執行 三 供水單位違反第54條之三第五項規定 於用水計畫或修正用水計畫合定前進行供水 宣讀完畢 增訂第93條之七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訂第93條之八 請宣讀 第93條之八 由下令期刑職一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令期限職一改善 藉其未改善者 除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下罰歡 並得暗次處罰 一 開發單位違反第54條之三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 提出用水計畫或修正用水計畫 二 開發單位違反第54條之三第二項 宣報所核定用水計畫之用水清新 三 開發單位違反第54條之三第三項規定 提出差異分析報告 四 開發單位違反第54條之三第四項規定期限 申請轉期或測案 五 開發單位或用水人違反第54條之三第六項規定 提出用水計畫 宣讀完畢 申定第93條之八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97條之一 請宣讀 第97條之一 水庫蓄水範圍 海堤區域河川區域及排水設施範圍內 規定限制使用之私有徒弟 其使用現狀未違反本法規定者 予以贈予直系血清或繼承時 免贈予水或遺產稅 但承受人與承受之日起五年內 其承受之土地使用現狀違反本法規定者 應由主管機關通報該管 居住機關追繳因納稅賦 前向贈予其土地使用現狀未違反本法規定者 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但在移轉第三人時 以該土地第一次贈予前支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限制為原地價 計算漲價總數額課程土地增值稅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免贈予產稅贈予稅及不課程土地增值稅者 應由繼承人贈予人或受贈人 前付主管機關核發其土地使用現狀未違反本法規定者證明文件 送該管基準機關辦理 核發事項證明文件免徵規費 前向證明文件之核發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水庫管理機關後辦理 宣讀完畢 第九十七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九十八條 請先讀 第九十八條 本法順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宣讀完畢 第九十八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那麼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國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配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 好 無意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請宣讀 第四十二條 下令引起地面水或 衝擊地下水質用水行為 名為水權登記 一 家用及深處飲料 二 原住民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利用水資源 三 溫泉水源 家用每戶每日取用水量在二立方公尺以下 四 用人力受力或其他檢疫方法飲水 前向用水有妨害公共或他人用水利益之餘者 經主管機關認定後 得足以限制或令期辦理水權登記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六日修正之條文實行前 在四有土地內早緊集水 其出水量每分鐘在一百公升以下者 除以第一項規定名為水權登記者外 主管機關應訂定計畫令期限期辦理水權登記 第四十七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防止某一地區地下水超抽 至影響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海水入侵或地層下限 得劃定地下水管制區限制或禁止地下水之開發 其管制區劃定程序早緊與水權登記管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地下水管制區由農業用水之需要 其劃定程序早緊與水權登記管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向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定制 第一項地下水管制區內移取得支水權 主管機關得以限制變更或廢止 第五十四條之三 新辦或變更開發行為 其計畫用水量大一定規模或增加計畫用水量者 開發單位於新辦或變更前 影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用水計畫或修正用水計畫 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用水計畫核定後 開發單位因應用水計畫內容辦理 並定期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用水情形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辦理查核 各年期實際用水情形與用水計畫內容差異 達一例比率或一定規模者 開發單位已提出差異分析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並應審查結果調整用水計畫內容 實際用水情形超過中期計畫用水量者 以第一項程序辦理 用水計畫經合定後三年內為實施開發行為 開發單位已於 借期二個月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斷期或撤案 斷期期限最長為三年並以一次違憲 為已辦理轉期或撤案 僅中央主管機關令期限期改善 借期未改善或於轉期期限實施開發行為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員核定制用水計畫 供水單位於用水計畫或修正用水計畫核定前 不得供水與開發單位 本法中華民國105年5月6日修正至條文施行前 除農業用水外 其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制開發行為實施用水量 達一定規模前未提出用水計畫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令開發單位或用水人 限期以第一項規定程序提出用水計畫 前六項之行為開發單位用水人一定規模隱匿比率 用水計畫與差異分析報告之內容 提送審查核定整齊 撤案廢止用水情形之申報與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第84條之一為水資源有效及永續利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向用水超過一定水量之用水人徵收耗水費 但已落實執行節約用水措施者等於60%範圍內著於減徵 自打水事業之水價以進入水源保育 與因應乾旱災害準備之成本時 請向耗水費應遇減徵或免徵 其二項各標的用水耗水費之計算與徵收方式 徵收對象掌納期限節水措施 減徵範圍與方式及其他相關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制 以第一項規定徵收之耗水費 納入中央主管機關水資源作業基金管理運用 專做水資源管理 再生水資源發展及節約用水推動之用 第九十三條之六 主管機關或水利機關為執行有關水權 河川排水海堤水庫水利建造物 地下水早景業務或用水計畫式管理 任有違反本法禁止或限制規定或有隱匿用水量逃漏耗水費之餘時 得派員進入深夜場所建築或土地實施檢查 並得令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說明配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資料 被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由具體事實族任有違反實施檢查之行為且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時 主管機關或水利機關得強制進入必要時 並得商警轄訊內檢查機關協助之 實施前項檢查時應先通知或公告 但有妨礙檢查目的治癒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規定追檢查人員於執行檢查職務時 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證明文件或顯示足之辨別之標誌 並不得妨礙該場所正常業務之進行 第一項規定追檢查機關及人員 對於被檢查者之私人工商秘密應與保密 無正當理由會避妨礙或拒絕第一項之檢查 或提出說明配合措施或相關資料者 處新台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下發歡 並得暗刺處罰及強制檢查 第九十三條之機由下令進行追者 處新台幣30萬元上150萬元下發歡 並得暗刺處罰 一、開發單位於中央主管機關 一、五十四條之三第一項第三項規定 核定用水計劃或修正用水計劃前進行用水 二、開發單位違反第五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 為依合定之用水計劃內容執行 三、供水單位違反第五十四條之三第五項規定 於用水計劃或修正用水計劃合定前進行供水 第九十三條之八 由下令進行追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令期限期改善 借其為改善者 處新台幣5萬元上25萬元下發歡 並得暗刺處罰 一、開發單位位移第五十四條之三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 提出用水計劃或修正用水計劃 二、開發單位位移第五十四條之三第二項 申報所核定用水計劃是用水清新 三、開發單位位移第五十四條之三第三項規定 提出差異分析報告 四、開發單位位移第五十四條之三第四項規定期限 申請轉期或撤案 五、開發單位或用水人位移第五十四條之三第六項規定 提出用水計劃 第九十七條之一 水庫蓄水範圍、海堤區域、河川區以及排水設施範圍內 規定限制使用十四油土地 其使用現狀未違反本法規定者 予以贈予直系血清或計船時免贈予稅或遺產稅 但承受人與承受就是寢五年內 其承受之土地使用現狀違反本法規定者 因由主管警官通報該管其承警官追繳因納稅付 前向贈予其土地使用現狀未違反本法規定者 得申請不課生土地增值稅 但在移轉第三人時 以該土地第一次贈予前支援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限制為原地價 計算漲價總數額課生土地增值稅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免贈予稅及不課生土地增值稅者 因由記者人贈予人或受贈人 前赴主管警官合法及土地使用現狀未違反本法規定居證明文件 從該管計證機關辦理 合法稅項證明文件免贈歸 前向證明文件居合法主管警官的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水庫管理機關構辦理 第九十八條本法事情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無文字修正 那麼我們就做以下決議 水利法徵定第五十四條之三 第八十四條之一 第九十三條之七 及第九十三條之八條文 並將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七條之一 第九十三條之六 第九十七條之一 及第九十八條條文 修正通過 現在我們繼續處理 審查會首座之附帶決議 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請宣讀 宣讀附帶決議一項 用水人以繳納之水污費 應納入第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 減徵範圍內予以減徵耗水費 宣讀完畢 請問對附帶決議有意 無意 那我們就招案通過 現在我們來處理討論四項第五案 天然氣四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於一百零五年四一月二十日 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經濟委員會蘇教育委員正清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經濟部但部長正中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說明 並答覆委員質詢 與會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 經出席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 全任本案應與支持 經討論後原決議修正通過 請問審查完全凝聚審查報告 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不許交由黨團絕商 約會討論本案時 由蘇教育委員正清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蘇委員正清補充說明 好 不說明 編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絕商 請問院會有意 為 那麼編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天然氣事業法第33條請宣讀 第33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 與不影響穩定供氣與家庭 商業幾乎也用戶之其形象 得供應其他業者 公用天然氣事業 依前向供應其他業者 應檢區下列文件 報警指下是縣市主管機關 傳請中央主管機關被查 以用戶名稱 二 最大監風日負載量 三 使用之輸除設備 公用天然氣事業 依第一項規定供氣者 應建立分別計算盈匯之會計項目 不得交叉補貼 宣讀完畢 第33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34條請宣讀 第34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 供應家庭商業幾服務業 用戶之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 應未定之計算準則核算 並檢具相關文件 報警指下是縣市主管機關 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時 一同 依前項規定核定之天然氣售價 及基本收費 中央主管機關得令 公用天然氣事業重新核算 並依前項規定程序報警核定 前二項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 之計算項目 計算公式重新核算之期間 及應提報資料之計算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必要時 得提報由第35條第二項規定 組成之審議會協助審查 中央主管機關為第一項 之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 合定前由第32條第二項規定 組成之審議會協助審查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 購入成本變動時 應按其變動金額同步調整其 天然氣售價 並於調整之日期7日內 報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被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被查時 應付之中央主管機關 宣讀完畢 第34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44條 請宣讀 第44條 天然氣事業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顯 其保險金額以天然氣事業類別級規模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雙金融監督管理委會定之 宣讀完畢 第44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52條 請宣讀 第52條 中央主管機關與必要時 得要求天然氣事業說明其業務經營狀況 必得派員或委託專業人士或機構 查核其實際營業及相關資料 該職業部的規避妨礙或拒絕 宣讀完畢 第52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58條 請宣讀 第58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違反第8條第2項規定 擅自於公器區域外公器者 處新台北6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發歡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期不改善者得案次處罰制改善為止 情節送大者 並得強制採除其公器區域以外之輸除設備 宣讀完畢 第58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59條 請宣讀 第59條 天然氣事業由下列其行之一者 處新台幣50萬元上250萬元下發歡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期不改善者得 安自處罰制改善為止 情節送大者 於公用天然氣事業並得廢止其 設立許可及公器營業執照 1.違反第19條第一項規定 公器未符合國家標準值天然氣 2.違憶第28條第二項規定 提供契約內容資料 3.違憶第31條規定維持公器穩定 4.違憶第32條第一項規定 將價格計算方式提報主管機關核定 或違反第3項規定 違憶中央主管機關所為之命令調整 5.違憶第33條第二項規定 報請備查 6.違憶第34條第一項規定 請擅自調整收繳或基本收費 7.違憶第34條第二項規定 報請核定 8.違憶第41條第一項規定 與其限內辦理增加實收資本額 9.違憶第44條規定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或投保金 未符合規定 10.違憶第45條第一項規定 所為之管制處分 宣讀完畢 第59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60條請宣讀 第60條天然氣事業 由下列其行之一者 儲新台幣30萬元向150萬元向罰還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不改善者得暗刺處罰至改善為止 情節重大者於公用天然氣事業 並得廢止其稅立許可及公器營業執照 1.違憶第13條第二項規定 為裝置防災相關設施 2.違憶第13條第三項規定 為建置可及時切斷公器這區域性公器系統 3.違憶第16條第一項規定 為即時採取必要處置或改善措施 4.違憶第18條第一項規定 檢查管線確定安全無餘而公器 5.違憶第19條第二項規定 提報嗅氣容量或濃度 或嗅氣添加之濃度低於報備場之濃度 6.違憶第30條第4項規定 為保存或提供資料或規避妨礙拒絕主管機關查閱 7.違憶第35條第一項規定 為依計費準則收取管線設備費用 8.違憶第51條第二項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測 宣讀完畢 第60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61條請宣讀 第61條 天然氣事業由下令情形之一者 除新台幣20萬雲上100萬雲下法環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不改善者得 暗測處罰制改善為止 情節重大者於公用天然氣職業 並得廢止期設立許可及公器營業執照 1.違憶第14條第一項規定 為僱用一定人數之專任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 2.違反第17條第一項規定 為通報主管機關或違憶第17條第二項鎖定辦法中置 通報實現方式程序通報 3.違反第41條第三項第43條第4項第50條第5項或第52條規定 規避妨礙拒絕說明或查核 4.違憶第46條第一項規定 定地公器計畫位於期限內送主管機關核定 或違憶主管機關要求確實執行計畫內容 5.違反第50條第一項規定 為自行定期檢查做成記錄或保存 6.違反第51條第一項規定 為立即汰換書器管線 7.違反第54條第一項規定 為開立專務或足額提拨書器管線汰換準備金 宣讀IB 第61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62條 請宣讀 第62條 天然氣勢也由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台北10萬元以上 50萬元下法環 並通知限期改善 藉其不改善者的 案自處罰制改善為止 1. 違憶第5條規定 辦理登記而經營業務 2. 違憶第11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換發營業執照 3. 違憶第15條第一項 第40條第一項 第41條第二項 第42條第48條第5項 或第49條第二項規定 報請核准或核定 4. 違憶第15條第二項 第34條第5項 第38條第43條第一項 第50條第二項 第51條第三項或第54條第一項規定 報請被查 5. 違憶第29條第一項規定 將營業裝成報警核定 或盡主管機關 因同條第4項規定 通知而為一線修正 6. 違憶第32條第三項規定 於期限內公告或 含報中央主管機關 7. 違憶第37條規定 報請核准被查或通知用戶 8. 違憶第13條第4項 或第47條第一項規定 建立輸出設備地理資訊管理系統 或一線更新資料 9. 違憶第48條第一項 或第49條第一項規定 為定期檢查或為記載檢查 結果 10. 違憶第53條第一項規定 申報 宣讀完畢 第62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63條請宣讀 第63條 違憶第20條第一項規定 取得執照 擅自經營公用天然氣導管成裝業 之業務者 處新台幣30萬餘下 150萬餘下罰還 請主管機關一規定 命起停業而為停業者一同 為依第20條第二項規定 分配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 為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請宣讀 第33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 與不影響 穩定供給與家庭 商業及服務業 用戶之進行下 得供應其他業者 公用天然氣事業 依請向供應其他業者 應檢去下列文件 報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傳請中央主管機關被查 以用戶名稱 二最大清工日複載料 三使用之輸出設備 公用天然氣事業 依第一項規定供給者 應建立分別計算隱快之會計項目 不得交叉補貼 第34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 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 用戶之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 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 並檢舉相關文件報警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時 一同 依前項規定核定之天然氣售價 及基本收費 中央主管機關得令 公用天然氣事業重新核算 並依前項規定程序 及報警核定 請二項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 之計費項目計算公式 重新核算之期間 及應提報資料之計算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必要時得提報 由第32條第二項規定 組成之審議會協助審查 中央主管機關為第一項 之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 合定前 由第32條第二項規定 組成之審議會協助審查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 即購入成本變動時 應按其變動金額同步調整 其天然氣售價 並於調整周日幾七日內 報警直下市縣市主管機關被查 直下市縣市主管機關被查時 應付之中央主管機關 第44條 天然氣事業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限 其保險金額 以天然氣事業類別級規模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上 金融監督管理委會定之 第52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 要求天然氣事業說明其業務經營狀況 並得配援或委託專業人士或機構 查核其實際營業及相關資料 該事業不得規避方案或拒絕 第58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違反第8條第二項規定 擅自於公器區域外公器者 除新台幣60萬雲上300萬雲相罰環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不改善者得暗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情節重大者並得強制拆除其公器區域以外之輸除設備 第59條 天然氣事業有下令起群之一者 除新台幣50萬雲上250萬雲相罰環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不改善者得暗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情節重大者 與公用天然氣事業並得廢止其設立許可及公器營業執照 1. 違反第19條第一項規定 供應未符合國家標準之天然氣 2. 違憶第28條第二項規定提供契約內容資料 3. 違憶第31條規定維持公器穩定 4. 違憶第32條第一項規定 將價格計算方式提報主管機關核定 或違反第3項規定 為依中央主管儘管所為之命令調整 5. 違憶第33條第二項規定報警備查 6. 違憶第34條第一項規定 順自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 7. 違憶第34條第二項規定報警核定 8. 違憶第41條第一項規定 1. 違憶其現在辦理增加實收資本額 9. 違憶第44條規定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獲投保金額未符合規定 10. 違憶第45條第一項規定管制處分 第60條天然氣室業由項鍊齊行注意者 除新台幣150萬餘下發昏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期不改善者得暗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情節重大者於公用天然氣室業 並得廢止其順利許可及公器營業執照 1. 違憶第13條第二項規定 為裝置防災相關設施 2. 違憶第13條第三項規定 為監製可及時切斷公器之區域性公器系統 3. 違憶第16條第一項規定 為及時採取必要處置或改善措施 4. 違憶第18條第一項規定 檢查管線確定安全無餘而公器 5. 違憶第19條第二項規定 提報休憶腫瘤或濃度 或休憶添加之濃度低於報備炒之濃度 6. 違憶第32條第四項規定 為保證或提供資料或規避妨案 拒絕主管機關查閱 7. 違憶第35條第一項規定 為意計費準則收取管線設備費用 8. 違憶第51條第二項規定 規避妨案或拒絕檢測 第61條天然氣事業 由下令情形制衣者 儲新台幣20萬餘相 100萬餘相法環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不改善者得暗自處罰至改善為止 情節重大者 於公用天然氣事業 並得廢止其設立許可及公器營業執照 1. 違憶第14條第一項規定 為僱用一定人數之專任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 2. 違反第17條第一項規定 為通報主管機關或違憶第17條第二項鎖定辦法中置 通報實現方式程序通報 3. 違反第41條第三項第43條第4項第50條第5項或第52條規定 規避妨案拒絕說明或查核 4. 違憶第46條第一項規定定定公器計畫 為於期限內送主管警官合定或違憶主管警官要求確實執行計畫內容 5. 違反第50條第一項規定 為自行定期檢查做成記錄或保存 6. 違反第51條第一項規定 為立即碳換書氣管線 7. 違反第54條第一項規定 為開立專戶或組合提拨書氣管線碳換準備金 第62條天然氣勢也由項鍊進行之一者 處新台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下發還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期不改善者得暗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1. 違憶第5條規定辦理蹲進而經營業務 2. 違憶第11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換發營業執照 3. 違憶第15條第一項 第35條第一項 第40條第一項 第41條第二項 第42條第48條第5項或第49條第二項規定 報警核權或合定 4. 違憶第15條第二項 第34條第5項 第38條第43條第一項 第50條第二項 第51條第三項或第54條第一項規定 5. 違憶第29條第一項規定 9. 違憶第48條第一項或第49條第一項規定 為定期檢查或未記載檢查結果 10. 違憶第53條第一項規定申報 第63條 1. 違憶第20條第一項規定 取得執照 擅自經營公用天然氣導管 承重業制業務者 儲新台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項發歡 僅主管警官依規定命期停業 而未停業者一同 1. 違憶第20條第二項規定 雇用一定人數之專任天然氣導管 配管專業人員者 儲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項發歡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期不改善者的暗示處罰制改善為止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 以宣讀完畢 請問院議會有文字修正 五文字修正 那麼我們做以下決議 天然氣四葉法第33條 第34條 第44條 第52條 及第58條 至第63條 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我們進行討論四項第六案 歸廢法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財政委員會於105年4月21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 由盧仲己委員修宴擔任主席審查本案 會中由盧仲己委員修宴說明提案直去 並邀請財政部部長張聖和列席回應委員提案及答覆委員質詢 另一邀請內置部等派議員列席被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進充分討論及協商後完成本案審查 本案無需交友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本案時由盧仲己委員修宴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盧委員修宴補充說明 不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由盧仲己委 那麼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規費法第十二條請宣讀 第十二條有下列各款形式質疑者 業務主管機關得免徵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 以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選導 而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實上 三 重大災害地區災民因災害所增加之規費 四 應處理緊急急難救助所負擔之規費 五 老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學生之身份證明文件 六 基於國際間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 其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徵減徵或停徵者 宣讀完畢 規費法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那麼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公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無意 那麼我們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請宣讀 第十二條 有下列各款形式質疑者 業務主管機關的免徵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 一 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 各機關學校兼協助事項 三 重大災害地區災民因災害所增加之規費 四 應處理緊急急難救助所負擔之規費 五 老人身心障害者第一收入戶 學生之身份證明文件 六 基於國際間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 其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徵減徵或停徵者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五 文字修正 那麼我們做以下決議 規會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 那麼我們完成立法之後 由委員登記花園 每位委員花園時間兩分鐘 我們現在請盧委員修院 主席各位委员 首先感谢朝野委员通过本席所提的 规费法第十二条修正案 让公家场所学生票的优惠折扣有所法源 规费法从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制定 到现在已经有十六年了 有关于公家场所得减免老人身心障碍者 低收入户的门票或者是相关规费都有法源 唯独漏了学生票 使得学生票的优惠跟折扣处在一种违法状态 以至于财政部以及各部会都有所疑虑 文明先进国家对于学生应该给予辅助 减轻其经济负担乃世界潮流 并且以此鼓励学生进入公家场所 文教用地 公园 休闲体育场馆 达到强化教育的目的 所以本席特别提案修正规费法 让学生票优惠打折 由法源补救法律之疏漏 谢谢大家的帮忙 学生票有优待 妈妈们都很快乐 以此祝福天下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谢谢卢委员 那么我们立法后的花园 已经花园完毕 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 货物税条律第十二条之五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会于一百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举行全体会议会议 由卢赵解委员修宴担任主席审查本案 会中由卢赵解委员修宴说明提案直去 并邀请财政部部长张胜和列席 回应委员提案及答复委员质讯 另一邀请经济部等派议员列席备讯 与会员于听取报告 并进充分讨论及协商后完成本案审查 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学商 院会讨论本案室由卢赵解委员修宴补充说明 宣读而必 请召集委员卢委员修宴补充说明 不说明好 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那么本案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后务税条律第十二条之五 请宣读 第十二条之五 于本条文税税日期五年内 报废或出口登记满一年之 出厂六年以上 小客车小货两张车 于报废或出口前后六个月内 购买上开车辆行车 且完成心领牌照登记者 该等行车应征之后务税 每辆定额据证信贷比五万元 于本条生效日期五年内 报废或出口登记满一年之 出厂四年以上 气缸排气辆150立方公分以下的汽车 于报废或出口前后六个月内 购买新机车 且完成心领牌照登记者 该新机车应征之货物水 每辆定额捡存新台币四千元 自中华民国105年1月8日起 配偶或二斤等以内 金属购买新小客车小货车 小客户两车车或机车 且完成心领牌照登记者 适用前二项规定 本条检征货物水案件之申请期限 申请程序应检附 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事项 由财政部会同经济部定职 宣读完毕 后税条律第十二条之五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那么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 分配提议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十二条之五 于本条文生肖日期五年内 报废或出口登记满一年只 出厂六年以上小客车小货车 小客户两用车 于报废或出口前后六个月内 购买上开车辆行车 且完成心领牌照登记者 该等行车应征之货物水 每辆定额据成新台币五万元 于本条文生肖日期五年内 报废或出口登记满一年只 出厂四年以上 汽缸排气量150立方公分以下 机车于报废或出口前后六个月内 购买新机车 且完成心领牌照登记者 该新机车应征之货物水 每辆定额据成新台币四千元 自中华民国105年1月8日起 配有或亲等以内 亲属购买新小客车小货车 小客或两用车或机车 且完成心领牌照登记者 适用前二项规定 本条检浸货物水案件之申请期限 申请程序应检附证明文件 及其他相关项项 由财政部会同经济部定之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与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那么我们咒以下决议 货物税条率第十二条字五 字五条文修正通过 那么我们货物税条率修正通过 之后有我们卢委员秀院登记花园 请 主席各位委员 有本席所提的旧车换新车 可以减货物税 其中汽车可以减五万元 机车可以减四万元 已经在今年上路实施反应热烈 深情者重 但是当初在制定本法的时候 过于严格 只限于同一户籍的二亲等可以适用 那譬如说如果父母和子女这种二亲等 不同户籍则不适用 可是我们了解二亲等之间 譬如说父母和子女之间 常常因为譬如说就学或工作等等各项因素 分居两地不同户籍 如果因为不同户籍就不适用 就会形成一国两制 也是对于不同户籍的二亲等的一种歧视 所以本席再提修正案 让不同户籍的二亲等旧车换新车时 也可以适用减货物税 达到税法公平合理之目的和精神 感谢全体委员不分党派给予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 谢谢卢委员 我们所有登记立法后程序花园的 已经全部发源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讨论四项第八案 讨论四项第八案 人口贩运防治法第二条 第四条及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 连案经第一会期 第八次会议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 现已完成协商 请宣读协商结论 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 时间一百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中午十二十起 地点红楼二零二会议室 协商主题审查行政院 含请审议人口贩运防治法 第二条第四条及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 协商结论第二条第四条及第二十条 均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协商主持人陈其迈 协商代表徐永明 陈廷飞 吴秉瑞 陈一杰 李红军 柯建明 林德福 江启臣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 第二条请宣读 第二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以人口贩运 以指意图使人从事性交易 劳动与报酬险不相当之工作 或摘取他人器官 而以强暴 胁迫 恐吓 拘禁监控药器 催眠术 诈述 故意隐瞒中药资讯 不当债务约束 扣留中药文件 利用他能不能不知 或难以求出之处境 或其他违反本人意愿之方法 从此招募 买卖 职押 运送 交付 收受 藏匿 隐蔽 媒介 融流 国内外人口 或以前述方法实质从事性交易 劳动与报酬险不相当之工作 或摘取其器官 二 指意图使未满18岁之人 从事性交易 劳动与报酬险不相当之工作 或摘取其器官 而招募 买卖 职押 运送 交付 收受 藏匿 隐蔽 媒介 融流 未满18岁之人 或使未满18岁之人 从事性交易 劳动与报酬险不相当之工作 或摘取其器官 二 人口犯运罪 指从事人口犯运 而犯本法刑法 劳动俱诊法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或其他相关之罪 三 不当债务约束 只以内容或清偿方式不确定 或险不合理之债务约束他人 使其从事性交易 提供劳务或摘取其器官 以履行或担保债务之清偿 宣读完毕 第二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四条 请宣读 第四条 直辖市县市政府 应定期召开防治人口翻译协调联系会议 并指定专责机关或单位 成何所属警政 卫政 设政 劳政 与其他执行人口翻译防治业务之机关 单位及人力 并协调内政部移民署 所属各专行退货服务站 办理下列事项 必要时并得请求司法机关协助 一 中央人口翻译防治政策 法规与方案之执行及相关资源之整合 二 人口翻译案件之查卸与犯罪案件之移送 人口翻译被害人之鉴别及人身安全保护之执行 三 人口翻译被害人指定传染病衰减 就医治疗 验伤与财政 心理治疗及心理治疗之协助提供 四 驱逐台湾地区设有户籍国民之人口翻译被害人之权益保障 安置保护及安置机构之监督辅导 五 人口翻译被害人就业服务 就业促进与保障劳动权益 职场安全及其他相关权益之规划执行 六 人口翻译案件资料之统计 七 其他与人口翻译防治有关事项之执行 宣读而逼 第四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二十条 请宣读 第二十条 为疑似人口翻译被害人或人口翻译被害人至儿童或少年 由下令请勤之一者 优先使用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予以安置保护 该条例为规定者使用本法之规定 一 经查或疑似从事性交易 二 有减换锁定情形 经法院依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审理 任由从事性交易 宣读完毕 第二十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那么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 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由一 由一 请宣读 经过二读之条文 请宣读 第二条 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 人口翻译 一 指意图使人从事性交易 劳动与报酬险不相当之工作 或摘取他人器官 而以强暴胁迫恐吓拘禁监控药剂 催眠数 诈数 故意隐瞒中药资讯 不当债务约束扣留中药文件 利用他能不能不知 或难以求助之处境 或其他违反本人意愿之方法 从事招募 买卖 职业 运送 交付 收手 藏匿 隐蔽 媒介 融流国内外人口或以前数方法 实施从事性交易 劳动与报酬险不相当之工作 或摘取其器官 而 指意图使未满18岁之人 从事性交易 劳动与报酬险不相当之工作 或摘取其器官 而招募 买卖 职业 运送 交付 收手 藏匿 隐蔽 媒介 融流未满18岁之人 或是未满18岁之人 从事性交易 劳动与报酬险不相当之工作 或摘取其器官 二 人口贩孕罪 指从事人口贩孕 而犯本法 刑法 劳动基准法 而同期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或其他相关之罪 三 不当债务约束 指以内容或经常方式不确定 或显不合理执债务约束他人 使其从事性交易 提供劳务或摘取其器官 以履行或担保债务之经常 第四条 居家市县市政府应定期 召开防治人口贩孕协调联系会议 并指定专责计划或单位 整合所属警政 为正设证劳程 与其他执行人口贩孕防治业务 之机关单位及人力 并协调内政母移民所属各专行对货服务站 办理下列事项 必要时并得请求司法机关协助 一 中央人口贩孕防治政策 法规与方案之执行及相关资源之整合 二 人口贩孕案件之查记 与犯罪案件之移送 人口贩孕被害人之 鉴别及人身安全保护之执行 三 人口贩孕被害人 决定传染病衰减 就与治疗 验伤与财政 心理治疗及心理治疗之协助提供 四 提供台湾地区 设有户籍国民之人口贩孕被害人之权益保障 安置保护及安置器过之监督辅导 五 人口贩孕被害人就业服务 就业促进与保障 劳动权益 职场安全及其他相关权益之规划执行 六 人口贩孕案件资料之统计 七 其他与人口贩孕防治有关事项之执行 第二十条 为疑似人口贩孕被害人 或人口贩孕被害人屈儿童或少年 有下链及行追者 优先使用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予以安置保护 该条例为规定者适用本法制规定 一 经查或疑似从事性交易 而有千万锁定情形 经法院依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任由从事性交易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由无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 人口贩孕防治法第二条 第四条及第二十条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九案 社会秩序为复法 增定第十八条之一 及修正第九十一条之一条文草案 扁案经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决议 交党团进行协商 现已完成协商 请宣读协商结论 宣读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 时间一百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中午十二时期 地点红楼二零二会议室 协商主题审查行政案案情审议 社会秩序为复法第十八条之一 及第九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查案 协商结论第九十一条之一条文 予以修正 第十八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协商主持人陈其迈 协商代表徐永明 陈廷飞 吴炳瑞 陈宜杰 柯建明 李鸿军 江启臣 林德福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益 无益 扁案主条讨论时 经一 协商结论处理 社会秩序为复法 增定第十八条之一 请宣读 第十八条之一 公司有限合伙或商业之负责人代表人 受户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应执行业务而犯刑法 妨害封化罪 妨害自由罪 妨害秘密罪 或犯人口贩运防治罚 通讯保障及监察罚之罪 经判决有期徒刑以上执行者 得处该公司有限合伙或商业勒令协业 其上执行其他法律有 勒令协业规定者 从其规定 宣读完毕 增定第十八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九十一条之一 请宣读 第九十一条之一 直辖市县市政府得 应地制已制定自治条例 规划得从事新教育制区域及其管理 请向自治条例 应包含下列各款规定 一 该区域于都市计划地区 限于商业区范围内 而该区域于非都市土地 限于已供油气为组织油气用地范围内 但不包括儿童或少年油气厂 三 请按款之区域 应与学校幼儿园 寺庙教会堂等建筑物保持适当之距离 四 新交易场所应办理登记及申请执照 为领友执照 不得经营性交易 五 陈犯刑法第231条 第231条之一 第233条 第240条 第241条 第296条之一 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第23条之 第27条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第32条之 第37条 或人口犯于防治法之罪 经判决有罪者 不得担任性交易场所之负责人 六 性交易场所之负责人犯减款锁定之罪 经判决有罪者 撤销或废止性交易场所执照 七 性交易服务者 应办理登记及申请证照 并定期受健康检查 性交易场所负责人 应负责督促其场所内之性交易服务者 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八 性交易服务者犯刑法第285条 或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 即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第21条之罪者 撤身或废止其证照 九 性交易服务者 经健康检查 发现有情况锁定之疾病者 调扣其证照 依法通知其接受治疗 并于治疗权益后发还证照 十 不得有一图性交易或媒合性交易 于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广告之行为 本法中华民国100年11月4日 修正之条文实行前 以依直辖市县市政府制定之自治条例 管理之性交易场所 于修正实行后 得以原地址 以原自治条例之规定继续经营 依前二项规定经营性交易场所者 不适用刑法第231条去规定 居下市县市政府 应以第80条 本条第一项及第二项性交易服务者之申请 提供辅导专业或推介参加职业训练 宣读完毕 第91条之一 照协商条文通过 那么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公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 分配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无意 那我们就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请宣读 第18条之一 公司由现合伙或商业之负责的代表人 受户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因执行业务而犯刑法 妨害服务罚罪 妨害自由罪 妨害秘密罪 或犯人口犯预防治法 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之罪 经判决有期徒刑双征刑者 得处该公司有限合伙或商业勒令协业 其项其行 其他法律已有勒令协业规定者 从其规定 第91条之一 直辖市县市政府的因地制宜 制定自治条例 规划得从事新交易支区域及其管理 前项自治条例 应包含下列各款规定 一 该区域于都市计划地区 限于商业区范围内 二 该区域于非都市土地 限于以供油漆为主持油漆用地范围内 但不包括儿童或少年油漆厂 三 请二管制区域 英语学校 幼儿园 寺庙 教会堂等建筑物 保持适当之距离 四 性交易场所应办理登记及申请执照 为领友执照不得经营性交易 五 陈犯刑法第231条 第231条之一 第233条 第240条 第241条 第296条之一 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 第23条之第27条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 第32条之第37条 或人口犯运防治法之罪 经判决有罪者 不得担任性交易场所之负责人 六 性交易场所之负责人 犯监管锁定之罪 经判决有罪者 策项或废止性交易场所执照 七 性交易服务者 应办理登记及申请证照 并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性交易场所负责人 应应负责督促其场所内 之性交易服务者 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八 性交易服务者 犯刑法第285条 或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 第21条之罪者 策项或废止其证照 九 性交易服务者 经健康检查发现 有情况锁定之疾病者 调扣其证照 依法通知其接受治疗 并于治疗权益后发还证照 十 不得有意图性交易 或媒合性交易 与公共场所或公众的 出入之场所广告之行为 本法中华民国100年11月4日 修正之条文实行前 以一直辖市县市政府 持庭之自治条例 管理之性交易场所 与修正施行后 得于原地址依 原自治条例之规定继续经营 依前二项规定经营性交易场所者 不适用刑法第231条之规定 直辖市县市政府应议第80条 本条第一项及第二项性交易服务者之申请 提供辅导专业或推荐参加职业训练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 社会秩序维护法 增定第18条之一条文 并将第91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 报告院会 本次会议讨论四项 均已处理完毕 5月10日星期二下午5时 继续开会 处理临时提案 现在休息 不急行 再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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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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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